2013年2月17日晚,李天一和四个男孩在北京五道口一家酒吧的聚会上,将一位已经醉酒的女孩代理酒吧并在湖北大厦的一个房间内轮流与其发生性关系。 因为李天一父母的身份,这个案件成为2013年初最著名的丑闻。李天一的父亲李双江是家喻户晓的军女歌手。 案发以来,自民间形成一轮关注后,开始进入案件的沉默期,6月本干事案件的一个节点,按照刑诉法规定,批捕后的侦查鸡押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但6月初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时,对方的回答是,不能回答关于此案的问题。 李天一的第一位被曝光的代理律师薛怀元告诉记者,因为案情发展的需要,根据双方协商的结果,自己已经退出对李天一案的代理。